大家好 《威力道顯》裏面有一個特效功能 我們來介紹一下 開啟程式鍵 開啟《威力道顯》 在這裏我們要點這個新製作專案 點點它 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就叫做《威力道顯》 《威力道顯》 給它一個名稱 在這裏 這裏寫著 1、2、3 《威力道顯》 這裏 好 我們完成 點完成 跟著點確定 好 我們現在選出一個video 我們在這裏 如果是做圖片的編輯 你就選這裏 是一樣的 我們點這裏 選這個 不是這個 再找另一個 看它在哪裏 在這裏 我們選這個 這個 短短的 好 轉了來時間軸 轉了時間軸 這裏我們可以點點它 取消它 在這裏 它現在未出到它的功能 我們現在在這裏點點它 現在這裏有一個Fx 這個特效 我們點點它 裏面有很多很多的 款式 我們現在 就去 逐樣去 你可以有空 逐樣去 但我們現在就不逐樣了 做一個 分鏡及定格 選取它 點點它 走下來 走下來 他們播它 看看是甚麼效果 現在是分隔 現在是分隔 是吧 它這個效果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又試試第二個 我們現在試試第二個 開啟這個特效 點特效 我現在想轉第二個 你直接轉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轉一個 又轉一個叫做影像殘留 這個 我們點它 點它 它吸了 是轉了影像殘留 那就播它 究竟這個是甚麼 我們看看它 有沒有看到 看到嗎 好像飄移身影 這個就叫影像殘留 它有這個功效 我們又出來了 好 我們又去試試第二 另外一個 做給大家看 又點了 這裡 我們現在又去選一個甚麼 叫它選一個 適合我現在這個影片 我們選這個反射 因為你每個影片內容不同 你選用的特效 應該有不同 我們又點下去 它會改了 你不用管它 我們來播一下 這就叫反射 這就適合這些 跳舞這些就適合 就是這樣 我們又轉第二個 又轉多幾個給大家看 我們又選一個 我選一個激光 看看激光 激光在哪裏 激光 在這裏 激光 看看有甚麼效果 在頂頭那裏 這就叫激光 挺有趣的 也有些特效的形式 看上去也不錯 看上去也不錯 我們又再來看看 又選了 又選了 怎樣啊 這裡 選一個 叫做擠壓 試試看 看看這個 看看怎樣 播放 它又將畫面 向中間壓縮了 好像一個流豆 那樣 這個叫做擠壓 這就叫做擠壓 我們又看看 又點一下 再看多一個 這裡有一個叫做電視牆 這個電視牆 看看 即是我們在街上看到 一些電視牆 一敷敷 它是將很多 很多的電視機 擺上去 我們點一下 播出來 大家看到 分隔了這麼多份 這麼多份 我們再看多一個 這個也挺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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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它 點回它 編輯專案 我們現在點這裡 跟著就是水中倒影 我們找這個 換這個功能 點它 是不是有水中倒影的 效果 你單張圖片也有這個功效 你用圖片 組合造成了一個MV 那也是一樣的 現在這個 就是它的 做法 我們現在 就可以這樣 停止它 我們 現在這裡 輸出影片 HD 輸出 好快 這個很快 嘴嘴嘴 嘴嘴 嘴嘴 多快了 因為少了 只有幾分鐘 接著就 確定 我們就 完成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機